畫面中可以看到駕駛意識不清被抬上單架 小型巴士撞到前檔方玻璃大面積碎裂板筋凹陷 駕駛座的車門還扭曲變形 事發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三段和中央路口 20號早上6點多 一輛小型巴士逆向自撞路旁道路指示牌 指示牌被撞到凹陷 駕駛當下也意識不清 所幸送醫後恢復意識沒有明顯外傷 但您看一段現場畫面 駕駛駛駛經過醫院九側沒有酒駕情形 究竟為什麼會發生嚴重自撞 還得由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